哇 這些是文物 有沒有一些火可以燒毀它 這簡直是人生的污點 這次我們全新的《下午茶餐》 的靈感是來自於很傳奇的法國皇后 Mary Antoinette 來自於她的珠寶 來自於她生活的態度 近年尤其是拍賣她的遺物 我們發現有些很有代表性的首飾 或者她有些很個人自己自創的圖案 我們將它們放在這次《下午茶餐》中 玫瑰在不同的年代 或者在不同的人心目中有不同的象徵 在小王子的心目中 她的愛人就是那種玫瑰 但在馬力皇后她自己很多的敘述 她所喜歡的玫瑰其實是她自己 所以我們這次在她最喜歡的香檳 這個香檳杯裡面 我們用了新鮮的玫瑰花飯 首先恭喜第一回合 訂了桌子的朋友 我們第一回合已經全滿了 如果大家準時 其實過了一段時間都可以 因為我們的份量都挺大 尤其是這條珍珠鏈的絲絨蛋糕 兩個人吃都挺飽的 皇后黃遠姿 即那個皇后黃遠姿 長期處於一種營餐的狀態 我想她 我會特地做一個沒有牛油 純素下午茶餐給她 譬如說這個香檳杯 可能只有玫瑰花飯給她 說笑 其實我一定會邀請她過來一起試 因為本來玫瑰花飯也是一個很喜歡吃東西的女孩子 尤其她現在嫁作人妻之後 她更加是很擅長做東西吃 她經常都說 當我們再有新的東西推出的時候 記得叫她來 有沒有一些火可以燒毀她 可以 火板 哇 這些是文物 這個簡直是人生的污點 我突然間有種血壓飆升的感覺 這個封面真是沒得頂 這個碟子說明什麼呢 每個人都有一個不堪回首的過去 所以不只有你們